疫情下失业率高企 有立法会议员建议 政府设立为期半年的失业援助金 政府回应说 相信现有措施已经可以帮助失业人士 疫情持续 本港经济下滑 导致失业率进一步攀升 最新有大约26万人失业 15万人就业不足 有议员认为 政府之前推出的保证业计划 无助改善就业 提出无约促力议案 促请政府设立失业援助金 不同界避的议员都说支持 其实对于失业援助 我说我是自由党过去 其实这个立场都是比较保守的 但是在今次的疫情里面 我们看到不是那些人不想去工作 而是根本那些工作其实都是没有了 甚至乎有很多行业是被劳令停业的 政府就强调 正是透过其他措施协助失业人士 政府明白 当就业情况恶化 将会有更多家庭需要短期的经济支援 就此中文计划一直有效地发挥 它的安全网的功能 另外政府在这个星期 会向财务委员会寻求撥款推行另一项 有时限特别的援助措施 即是降低在在职家庭津贴 计划非单亲住户的工作 公示要求 他又说只要控制到第四波疫情 加上市民广泛接种新冠疫苗 经济渴望恢复 亦有助舒缓失业情况 无线电视记者一层金部报道